主料,包菜三分之一个,主料,蒜头四个,盐三勺,白醋一勺,白砂糖一小勺,制作时间,两小时以上,备好包菜及蒜头,包菜用手撕小,加入赤料细盐,腌制包菜出水变软,将腌制好的包菜沥去盐水,再洗净在沥水备用,蒜头压成酸泥备用,将包菜装到无水无油的容器里,早上一直细盐, 即蒜米,上盖,更容易,制均匀入味,再入冰箱腌制,二天时间,将腌好的包菜取出,加入适量白砂糖,再加入适量白醋,慢制均匀入味即可食用,一盘爽口的散烟包菜完成,烹饪技巧,爱吃辣椒的亲闻,可以适当加入一点辣椒或,最好是红色的,或搭起来色彩更严厉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 并订阅本频道